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主持人 劉帝杰 组织 激进分子 在当地导致很多的难民 杀陆了很多的人 而美国要剿灭他们 当我看回我们自己 一年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做一些总结 想想在今年有什么大事发生 重要不是一年的总结 更加是将一年一年一年 加上一生当中的总结 我们所执重的不是自己 怎样帮自己总结 而是他人怎样帮自己总结 或者是历史学家怎样总结 但更重要是上帝 怎样将我们一生总结 就好像一位瑞士神学家 卡尔巴特·卡尔巴特所说 他说世界上最重要的 不是人怎样去想上帝 而是上帝怎样去想人 就需要知道上帝 怎样去想我们 怎样帮我们一生 做一个总结 最近就看所罗门的一生 所熟悉的 就是很有智慧的 亦是很有文采 写了针言 传道书 一些优美的文章 甚至都被上帝一度的重用 继承他爸爸的皇位 建立了第一所圣殿 是让人可以在当中 敬拜上帝 他也有很多的荣华富贵 周边的皇帝都向他进贡 在《列皇记》上帝 有一章 讲到他的晚年 可以说是晚节不保的 他就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 包括摩押的女子 阿门的女子 耳东的女子 西顿的女子 客人的女子 这么多外邦的女子 明明上帝说 叫他不可以跟外邦人联络 最夸张的就是有 700个妃 300个笨 有时候我都不太懂分 非笨 非笨是什么分别 如果再看中国的象形文字 非 右手边是做个己 和自己更加贴身 而笨 是一个笨客 右手边的笨字 是有距离的 concubins 非 是更加亲近 无论如何 当所罗门有成一千个飞笨 周旋的时候 可能夜夜生歌 令到他的精力耗尽 更加错的就是 他竟然跟了这些外邦的女子 敬拜他们的偶像 建筑邮塔 令上帝相当之震怒 在第11章第9节 很清楚说到 要向所罗门发怒 但他竟然在结尾的时候 做了这么大的错误 令人惋惜 这都是给我们有很多的反省 正因为他所做的错误 还影响到下一代 上帝都很清楚说到 因为你没有遵守 药和律例 我必然将你的觉奪回 那上帝如何去惩罚呢 通常我觉得上帝可能不理他 disguard regret他 但今次却看到上帝处心之类 兴起了三个不同的对手 攻击所罗门 包括伊东人 哈达 包括利顺 包括大家所熟悉的 王朝的接班人 耶罗 邦安 上帝要惩罚人的时候 不是就这样不理你 而上帝是会有部署计划 去惩罚你的 最后就令到 以色列 所罗门的王朝 从此分裂 北部十个支派 而南部就是犹大支派等等 接着呢 再是给亚述攻击 接着呢 巴比伦 波斯 后来是希列 接着是罗马统治 再去到呢 中世纪的土耳其 去到二十世纪末期 才是复国的 因为所罗门一个人的放荡 出错呢 就令到呢 国民受到呢 国破家亡的損害的 人的错呢 是会传递下去的 大卫一样在色狱上面 放纵了自己 贪恋他人的妻子 拔士巴 杀了他的亲夫 在色狱上面 控制不到 所罗门一样 在最后的时候 色狱放纵 就跟随了外邦的女子 戴他们的偶像 所以我一定要 小心 作为父亲上一代的 不要放纵自己 因为有其父 必有其子 你的失控 你的错呢 是会影响到下一代 他们会看到的 是重度复射的 幸好上帝呢 并不是完全的 那么严厉 上帝都留有一条的去路 在十一章三十六节讲 上帝说 还留一个支派 给他的儿子 使我伯仁大卫 在我所选择 立我名的耶路撒冷成女 在我面前 长有灯光 这方记上 记载呢 上帝对所罗门 最后一句的评语 在十一章三十九节就说 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 指大卫后裔受患难 这是相当之的灰色的 因为所罗门所做的 然后大卫的后裔 所有的人都受患难 最后终于一句就是 但不至于永远 看到上帝呢 仍然是有怜悯 不会令到这些患难 永远永远存在 而之后呢 是会有救恩 大卫的子孙耶稣 以臣子降临 拯救世人 这个事例呢 给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很好的反省 就是我们每一年 做一个总血的时候 都要想一下究竟 你有没有亲近神 有没有离开上帝的 律例典章 更加要一路想着 以后你的慕智名 后世人 怎样用一两句话 去评价你呢 更加重要就是 上帝怎样去评价你的一生呢 是不是因为 你所行的一生 令到后裔受患难呢 那希望呢 那希望呢 我们进向新的一年时候呢 能够 紧守上帝的吩咐 就好像呢 上帝呢 对耶罗保安所讲 如果你若 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遵行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紧守我的律例 戒命 将我仆人大为所行的 我就与你同在 为你立坚固的家 在第十一章 三十八节这样讲的 那希望这就成为我们呢 新日年尽情的指标 以至我们能够呢 得到上帝的喜悦